15. 星島日報 南韓向港發藍色旅景 2015年7月11日港民A12南韓新沙士疫情暫緩 保安局維持對南韓的紅色外遊警示 但原來鑑於本港季節性流感情況 韓國外交部突向香港發出藍色旅遊警示 屬四級警示中的最低級 提示外遊人士應注意當地情況 並關注香港H3N2流感患者及死亡數字不斷增加 本港圈繁鳥鬧中心稱 一直與韓國圈越稀為遲溝通 先後四次向對方提供最新流感監測的詳盡數據 以作澄清 並留意到近日韓國當地部分不實報導 聲稱本港流感情況較南韓新沙士情況嚴重 以解釋兩證不同 聲音 聲音 聲音